午餐时间带你来品尝铜板美食 今天带您到是台北市的华音街 这边呢有位阿妈卖的猪血糕只要是五块钱 另外还有个小摊子 这是一位85岁的阿贝 他不管是下雨天或是大晴天都会出现 一个锅贴只卖三块钱 跟外头的五块钱比起来 虽然size比较小了一点点 但是还是信了好多名正 想吃热腾腾的锅贴要先有耐心 小小一个摊贩就在台北市华音街口 85岁阿贝一个人边包边卖 卖的价格很佛心来着 十个锅贴只卖三十块 等于一个三块钱 上门的客人从来没停过 好不容易锅贴起锅 马上就被抢光光 客人愿意等待 就为一场台北少见的三块钱锅贴 还蛮好吃的啊 那所以一个三块你觉得划算吗 对啊还蛮好看的 以后还会常来买啊 应该会跟锅贴 运货都会来买啊 一个三块钱 外面可能吃不到 吃得没有香味啊 我里都教我啊 虽然阿贝的三元锅贴 比起一般外面卖的五元锅贴 个头小了三分之一 但对于客人来说 当点心吃很划算 阿贝的便宜锅贴 二十几年来没整过价 也让他在华音街 成了小小名人 这个好看 想吃便宜好吃的美食 华音街十五块钱 猪血糕也不能错过 比起外头 动辄二十二十五块的猪血糕 阿贝三十年来 就卖十五块 每涨过价 好喝 好吃 小碗 小碗 比比十五元猪血糕 比二十元的小三分之一 但好味道不输人 物价飞涨 同板价就能吃到的便宜小吃 靠博力多销 博得超旺人气 今天新闻 确确可以王中翰太别报道